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妙法年华经》 打开讲义第117面 我们看子二的合法 那么前面一颗是一个长行 长行主要讲到一个长久在外流浪的穷子 所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讲到他的善根的退失 第二件事讲到他善根的修复 那么他善根是怎么退转的呢 经文上说是舍父逃世 久住他国 那么作为一个穷子 他长时间的经过两万亿佛的栽培 大乘善根 他后来是怎么退转的 就是他后来就慢慢的就失去了佛陀的射受 他出生的时候可能是佛前 可能是佛后 就像我们现在有法无人 虽然可以在佛法上做功课 但是缺乏佛陀的教导跟射受 就使令这个善根不能进步了 那么不能进当然就是退步了 所以缺乏佛陀的射受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更可怕 久住他国 我们说过 我们一个人不能老是停留在善根 一定要让那个善根能够怎么样 开花结果 你要把善根 透过你的精进快速的转成道果 但是这个穷子 他没有本身遇到佛法以后 没有快速的一股做起 所以他永远停留在善根 那么经过轮回的老病死的折磨以后 他的善根就受到很大的破坏了 一个舍负逃世 第二个 你不应该长久的在轮回中待着 救出大骨 那么这个人善根受到的极大的伤害以后 他什么时候开始反转呢 就是父子相遇 一直等到2500多年前 释迦摩尼佛的出世 他的善根终于得到了修复的机会 那么佛陀出世以后 其实佛陀在修复这些 僧文弟子们 他一开始采取两个手段 第一个叫做追 第二个叫做用 什么叫做追呢 就是马上的追赶 其实我们知道佛陀对弟子们是有期待的 他当然不是 但要测试一下 弟子们大乘上根推施没有 所以就用大乘的功德来追他 怎么个追法呢 就直接邀请他加入大乘佛法的行列 就说我过去在两万亿佛所 我教过你大乘佛法的 你现在赶快回归到我们当初的发菩提心 生生世世 投入生死轮回 广度众生 那么积极知良 那么这个时候求此的缓印 叫做恐怖极种 我们知道 一个人上根受到伤害以后 他对生死轮回的感受是特别强烈的 这个人是这样 你要是没有学佛 你在轮回当中 你就怎么样 不觉不知 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 所以你不学佛 你也不会觉得轮回的痛苦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怕 那么学佛以后最怕是怎么样 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就卡在中间 比如说 我这个上根 不能马上把它变成道果 但是你要我退转成凡夫 也不可能 因为上根不能退转 所以 这种人 他对轮回的痛苦是特别强烈的 但是他又无人为力 他知道轮回痛苦 但他没有解决之道 所以 这个穷子 虽然是大胜的上根退死的 但是他对痛苦的觉知这一块 是不容易退死的 我们前面说过 五卓尔胀大不胀小 五卓尔是会伤害你的菩提心 但是他不会伤害你的处理心 所以 我们应该要去体调这个穷子 就是说 他为什么不能够马上 恢复他的大胜三根 加入 大胜佛法的行列 因为他不畏生死 这长时间在轮回当中 他被这个老病死的折磨 心存不畏 那你现在要马上投入生死轮回 发菩提心再投入轮回 他当然没办法接受 所以叫做恐怖疾走 乃至于蒙结辟地 所以当然大智慧的佛陀 就赶快把这个锥 锥的人把它收回来 开始怎么样 诱导缓架 用右的方式 这个很重要 诸位 这个穷子能够成功 就是他先回家 一个在外流浪的人 他可能 他看到珍宝 他可能没有感觉 但是他要了一个怎么样 稳定的环境 稳定的衣食的供应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佛陀对待这个 已经善根受到伤害的穷子 他带回家干什么呢 叫他打工赚钱 就说 没关系 你不想他教我的家族的事业 没关系 你到我家打工总可以吧 那么为什么要跟他打工呢 因为他如果没有工作 没有赚钱 这个穷子还得往外跑 所以佛陀就用扫厕所这个工作 把他先安定下来 所以先诱导缓家 缓家以后 第一件事情 打工赚钱 慢慢慢慢的 在工作当中 佛陀就方便去靠近他 慢慢的给他开导 三十七道品 然后呢 先程就小称的道过 诸位 按法法径的思想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称法 无我一无三 除佛方便说 但以假命子 引导于众生 一称法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 整个五称佛法是怎么样 互相帮助的 并不是我们以前所说的 你是修慈善事业的 你走你的道 你是恶正人 你走你的道 我大乘佛法 我不屑修小正法 我不屑人天称 你错了 佛陀就是 以小正的道果 来支助他大乘的善根 至此证明佛陀是对的 因为他成就小正道果以后 所谓的心向体系 他对这个父亲 有信心 所以开始 佛陀在开导他 方等波雷 所以从前面的工作的 打工赚钱 到最后继承家里 从有所得到无所得 所以我们一开始 不要怕有所得 那么这个重点在哪里 我们看他整个穷子的善根非复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 事所厌固 就是 这个父亲 成功的 掌握了 这个穷子 心中的厌望 这个重点 穷子在外面流浪 他哪是希望能够 修功德啊 他希望一个安稳的家嘛 我们看 进度圣贤度啊 有一个公案 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宋朝有一个叫做 无穷的基石 这个基石啊 他一开始年轻是出家的 出家以后 在生团的生活 并不适应 就还属了 还属以后呢 就娶娶生子啊 你总要找个工作啊 就是从事杀生的事业 到了屠宰场 就做这种切肉的工作 那么经过几年的 这个杀生的供业以后啊 他的眼睛的旁边啊 就长了一个肿瘤 像鸡蛋一个肿瘤 那么这个无穷基石 虽然还属啊 他对因果还是 这个道理还是理解的 我们说过 有些扇根是不会退的 业谷的扇根 空性的扇根 是不容易退的 而中道的实相是容易退 所以他就觉得 他这个业障献钱啊 而且这只是花豹而已啊 这个果豹恐怕是三恶道 所以他就离开的家庭 到山上自己做一个毛棚 整天拜颤练佛 练了没几年啊 他有一天从山上下来 跟他的同山道友说啊 我明天的西石 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 他要往生了 很多人都不相信 所以但是呢 不相信他想说来看看嘛 就很多年友就来帮他助念 果然西石一道 他就在佛堂面前端坐 在练佛当中啊 他练了一句话 佛来也就作话了 这句话很重要 诸位 临终见佛啊 比你见花见光 异香满事啊 更来得重要 所以他那个时候 就在道中当中 就练习佛来也就 往生信徒了 这位 无穷第一次是怎么往生的 世所厌恶 他成功地把他心中的厌望 跟佛号结合 他的厌望是什么 就是他希望能够灭罪嘛 他希望他所造的杀业 能够得到赦免嘛 他害怕到山恶道去嘛 那么这种害怕 三恶道的力量 转成念佛的力量 它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 凡是修行在整个有违法当中 能够成功的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 你必须把你的修行 跟你心中的厌望 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净土中也是这样 净土中最怕你对佛陀无所求 那就完了 诸位 无所求是放在最后面 我们看佛陀教化这个珠子 他是用有所求做引导 最后才入无所求 也就是说 诸位 三根的修复 重点是 满足他的心愿 这个佛法叫做 增上义乐 那么 由于增上义乐的关系 让他成就了道果 由于道果以后 他信量扩大 才接受大圣佛法的教育 所以 这个地方 就说明 这个整个穷子 他从一种心智的卑劣 到佛陀的奢受 他先从安住 最后再成就无助 是这个一个过程 好 我们看下面的合法 前面是一个批语 这以下来把它合到 我们修行的法上 那么这个大圣分三段 看丑意的合 护子相思相见 我们看经文 世尊 大父长者 则是如来 我等皆是佛子 如来常说 我等为子 那么这个地方 先说明 合法 说大父长者 则是如来 那么前面的长者是谁呢 就是世尊如来 那么我等皆是佛子 这个地方讲 父子相思了 相思以后 他大胜善根退世 所以 刚开始 佛陀只能讲 你 不是佛陀的儿子 但是呢 你相思于 佛陀的儿子 相思 因为善根退世 所以子亦未成 那么 等到后面的父子相见以后 如来正式的说 我等为子 这个是赞叹 当然其实这个时候 是相对未来的道果来说 就是去这个地方 伍大师说 相见以后 称我等为子 也是一种称赞 其实对望未来 而称为子 其实大圣佛法的角度 要称为佛子 他是有条件的 谁是佛陀的儿子 好好地上说 真是佛子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你必须从佛口声 你所有的佛法修学 必须要是佛陀开导的 你不能自己想一套 佛陀没有这样讲 你自己用一套来修行 佛陀也没这样讲 你晚上不睡觉 也不吃饭 你这个法门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经典没有这么说 佛陀叫你调饮食 调睡眠 他没有要你不睡觉 不吃饭 所以你的法门 必须是 从佛口声 第一个 第二个 从法化身 你在佛法的修学 也要产生内心的道法 或者是空性 或者是真主 从法化身 第三个 更难 得佛少分 那么你必须要继承佛陀的功德 那么按照这个三个标准 从佛口声 从法化身 得佛少分 那只有菩萨 这菩萨叫真识 而且是 严格来说 是大乘的剑刀位以后 就是大乘的 别叫出处 别叫出地 破无名正法身 才有叫做真识 那么恶正人 恶正人是佛陀 是谁呢 素子 素子 菩萨是长子 素子就是旁生的 因为恶正人 为什么叫素子呢 第一个 他有从佛口声 他的四弟神音言 是佛陀开导的 他也如此的 从四弟神音言 从法化身 他也产生了空性的道法 但是可惜的是 他没有继承佛陀的家业 他只是空性 他这个空性呢 不能荣受妙有 所以恶正是素子 凡夫呢 因为我们修十三事业 我们也相信 为一三宝 也断恶修相 身心业果 素子叫做外死 就是还在外面流浪的儿子 因为你只有从佛口声 没有从法化身 也没有得佛扫分 所以出师三根畏惧 叫做外子 这个呢 你还在门外流浪 所以这个地方讲 佛子 他有三个条件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肯定 他是佛子呢 因为他过去再被善根 针对过去的善根 第二个 整个未来 他遇到佛陀以后 即将成为道果 所以佛陀就赞叹他 我等为止 是这样来的 好 我们看丑恶的 和 追又 是叫起义 那么 父子相见以后呢 佛陀采取的两个方法 一者追 二者诱 我们看经文 世尊 我等以三苦固 与生死中 受诸热恼 迷惑无知 乐着小法 那么 初次见面呢 那么 这个 穷子啊 前面并没有这么表白 表白是他的心情 说 我刚开始见到佛陀的时候 我是什么心情呢 说 我等以三苦固 我们说过啊 大圣子上跟 有些会退 有些不会退 对痛苦的觉知 感受 这是不会退的 所以 这个穷子可以说 历尽的整个六道 轮回 这个地方包括的 苦苦 苦苦特别指的是什么呢 三二道 第一的刀山油果 恶鬼的饥饿口渴 畜生的戏服打杀 这种极度的痛苦叫做苦苦 那么什么叫坏苦呢 就是人天的快乐果报 当然 穷子他也不是完全造罪 他有时候也修善 那么他造善以后 他出现的富贵 荣耀 但是这个富贵 荣耀呢 到最后怎么样 面临死亡的问题 坏苦 他会破坏 所以他这个快乐 本身 快乐本身不是苦 但是快乐里面 有痛苦的危机在里面 就好像我们说 一个美好的食物 是甜美的 但是里面有毒药 就叫坏苦 第三个是辛苦 辛苦特别指的是谁 就是五着二死 就是人寿到了两万岁以后 他的身受心法活动太刺慎 躁动不安 就整个环境的刺激 就一种身心的不安稳性 就辛苦 那这个地方是偏离 整个三界六道 那么我们知道 这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穷子不能够 马上接受大臣的菩萨道 因为他受到苦苦坏苦 行苦的三种折磨 所以他的内心世界 可以说是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受诸热劳 长时间的在热劳 跟不安稳的状态 那三个道是所痛苦的逼迫而热劳 到了人间快乐 当他没有安全感 他不知道这个快乐什么时候要失掉 所以他老是否在既热又挠的一种不安稳状态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不是外境而已 他内心也有问题 迷惑不知 长时间的受过外境的刺激 他内心也不断的颠倒妄想 来干扰他 所以受诸热劳 就是外境的伤害 迷惑不知 内心颠倒妄想的干扰 所以结果就是有一个叫做耀卓小法 耀卓小法 我一大师给他四个字解释 说这个穷子 刚开始遇到父亲是什么心态 叫做厌苦心空 就是说对三界的苦有极度的厌恶 所以他呢 他遇到这个长者 这个广大财富的这个长者 他不求荣华户贵 他也不求珍宝 他就希望一个空 他希望一个齐静安稳的环境 就这样慢慢的一个人静静的待着就好 这是他的心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这个穷子 他拒绝了大乘佛法的召唤 因为他受诸苦恼 迷惑不知 要找小法 这是他的一个心态 当然佛陀用大乘佛法来追他 不行以后 佛陀改变了策略 我们看下一段 今日世尊令我等思维 捐出诸法戏论之分 我等于中 秦家经济 得知涅槃一日之嫁 既得此以心大欢喜 自以为足 辩自为言 以佛法从秦经禁锢 所得宏多 那么佛陀把过去的恶证人追回来以后 他就知道他的大乘三更退了 所以就把他带回来 让他在家里面待着 你现在哪都不要去 在我这边工作 你反正你也是要打工 你干脆就在我家打工好了 那么这个为什么说 小镇的家 就是大镇的家 我们前面一再说过 小镇的空性 跟大镇的真如 是一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 不是说 离开了大镇的真如 另外一个空 不是这个意思 二镇的自断 就是大镇的无神法人 只是 小镇的空性 他不能回光缓照的时候 他执着那个空性 但是那个空性 你就算你不承认 这个空性是真如 但是他的背后就是真如 就好像 穷子 他执着在大夫长者家打工 但是他还是住在 大夫长者家里面 就是这样子 那么 佛陀算巧方便就是说 好 你不能接受大镇的真空妙游 佛陀就怎么样 卫石师权 把那个妙游这块 先把它折起来 先讲空性 小镇人是这样子 他被有为诸法搞怕了 所以他变成一种怎么样 他好的 坏的不要 他好的也不要 反正 在小镇的观念里面 诸情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极灭为的 我不管你是有为的生死涅槃 生死诸法 我不管你是有为的功德庄严 只要是有为诸法对我来说 他对他来说 他认为都是伤害 所以佛陀说 好 那我们不谈有为法 我们谈无为法 佛陀让我们怎样 师为师弟法门 师弟法门 所要修的是什么 我空的真主 全球空性 那么生灭人 他这个时候 得到空性以后 这个法跟他的心 完全配合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基法相应 产生他强大的愿望 所以呢 坚除诸法 细论之分 那么他就很快地 震得我空的真主 消除内心的见识的 见识烦恼 就是一种不干净的东西 我本一种勤家精进 得治涅槃一日之嫁 这个地方的勤家精进 就是他因为满足他的愿望 所以成就着他的这个 涅槃的少分功德 涅槃虽然没有功德庄严 但是他能够怎么样 满足他衣食的温饱 这个生活人求的就是 安稳的环境 衣食的温饱 那么既得此以心大欢喜 他就觉得 哎 不错了 起码我不用去流浪了 我不用为衣食奔忙了 我不用 我在这个大富长者的家里面 我不再受风吹雨打日晒 就觉得满足了 那所以他就觉得 说得宏多 起码我已经不再经历生死沦回了 当然佛陀不会就此放弃 佛陀会进一步的开导他 看第三段 然而世尊先知我等 心酌碧玉 乐于小法 便见纵舌 不为分别 如等当有如来之见 保障之分 那么 然者世尊先知我等 佛陀经过测试以后 知道 这些过去的弟子们了 大乘三更退师 那么只有二乘的根性了 所以心酌碧玉 乐于小法 就是 一个人大乘三更是中道 但三更退了以后 他就做极端了 要么 他流入生死的时候 就贪酌生死果报 要么就执着空性 就是要么卓游 要么偏空 所以 便见纵舌 所以 佛陀一开始就不跟他讲中道的 正空妙有的道理 先讲空性 比如说 以其让你卓有轮回生死 不如让你偏空 因为偏空还有救 你轮回生死 那你这个 你这个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了 所以 佛陀暂时不分别 这种所谓的如来之见 保障之分 我们看佛陀 一开始 在阿韩方等波雷 解口不提 要这个儿子去继承 继承这个家业 去继承所有的珍宝 佛陀不提 佛陀只是赞叹 空性的诸身 空性的圆满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佛陀的意思 简单的讲就是 用空性 来激发他的重道思想 这是佛陀高明的地方 我们再讲一次 善根是相通的 善根是相通的 就是说 重点你要找到突破口 你不一定马上 修行最怕的是 你什么都无所求 我们千万不要 一开始就求圆满 你看很多人练佛 他为什么进不去 他就读金刚经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结果他无所住 结果也没有生其心 为什么 也不相应 就是说 我们明明有所得心很重 那你故意拿一个 无所得的智慧 把你压在上面 所以你这个基根法 落差太大 你的基 你的法太高 你的根基太低 这是小孩子玩大车 所以你这个法 没办法转动 你倒不如佛陀说的 误实一点 你看看极乐世界 有哪些能够打动你的心的 极乐世界 去保持八公得水 我愿意到极乐世界 因为没有三个道 我过去在三个道里面 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希望我的摄政 说明长长眼 不要老是经过死亡 每一次的死亡 对我产生很大的 不确定 总之我们看这个佛陀的摄受 他是先让他打工赚钱 有所得 然后在有所得里面 站稳脚步以后 再开始激发他的进步 我看到这段经文了 我想到我过去读佛宣一段 一段情况 我们读佛宣的时候 我们的教务主任 第一年 对我们特别好 会廷长老 看到我们就细细小小 最近怎么样 晚上睡得好不好 功夫压力还大不大 第一年对我们 是把我们当朋友看待 出播的时候 陪着我们 跟我们在地上喝力豆汤 工作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到第二年以后 就完全改变 这个脸就拉下来了 所以我们第一年 患错 基本上很少人会说到错话 到第二年以后 我记得我们第一年的时候 会廷长老在黑板上 写一个熬字 休息了 不着急 慢慢熬 熬久了 你就成功了 到第二年开学典礼 会廷长老写了一个字 严格就是慈悲 第二年以后 公司公办 后来我就问快点 老老说 你老人家第一年 对我这么好 第二年怎么开始 这么严格 老人家说 你们第一年 你们年轻 每一个人刚该 离开家庭 身心不安稳 我一要求你们 你们就跑回去了 所以我第一年 要射送你们 让你们先安定 经过一年的生团生活 经过教育以后 你们已经站稳脚跟了 这个时候不再激发你们了 不再严格要求你们了 就快来不及 快毕业了 就像佛陀说了 佛陀看到站到阿罗汉以后 我日子不久了 要赶快要激发他了 所以我们看 一开始佛陀是怎么样 诱导缓家 方便射送 你不想继承教育 没关系 你在家里面待着 做简单的工作 而且佛陀不断地鼓励你 说哦 不错 你这样做呢 如所生之 佛陀并没有骂他 说你就这么点出息 没有 你这样做不错 你扫射手扫得好 你这样扫下去呢 就很像是我的儿子 佛陀方便地赞参射手 当然射手完以后 等到这个穷子 正在阿罗汉国以后 一个人正在空性以后 他的特点 文大不大 他不照 排斥大正佛法 我们说过 大小正佛法是相通的 所以他正在空性以后 他自然对妙有东西 不那么排斥了 佛陀就开始要激 要去 要对治他了 我们看下一段就知道 和领父家业欢喜 我们看 这地方有两段 先看领之家业 再看父与家业 先看领之家业 世尊以方便利 说如来智慧 我等从佛得涅槃一日之嫁 以为大德 于此大乘无由至求 我等又因如来智慧 为诸菩萨开始演说 而自于此无由志愿 所以者和 佛之我等心要小法 以方便利 随我等说 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 那么等到这些 这个穷子 他正在空性成就阿罗汉以后 佛多口信就改变了 佛多呢 就世尊 所以先以方便利 说如来智慧 这个方便利就是佛多 施舍方等时的教法 方等时啊 就佛多就开始怎么样 把大乘的功德给献出来 佛多不是自己做 叫维谋决截棋士 维谋决截棋士跟文殊菩萨呢 就在阿罗汉面前 显出大乘的不恶法门 显现一为无量无量唯一的功德 妙用 目的是什么 谈偏似小探大包眼 就呵折 小正的空性都不严满 你们只有空性 而不喊重德 你看这些菩萨 他正的空性 又有无量的功德 这该多好 那么当然阿罗汉面呢 虽然在方等会上练习啊 但是我等从佛 获得涅槃一日之下 以为大德 他呢 不生好药 不过我们说过 虽然不生好药 也是产生一种 不失忆的心思 所以叫他动直生意 所以在方等会上啊 方等会上 其实你说 阿罗汉完全没有受到教义吧 也未必 阿罗汉虽然看到大乘功德 他没有产生志向来追求 但是他内心深处啊 有一种叫做 齿小木大 他内心当中 隐隐约约约啊 对自己的空性啊 有一点觉得 好像我这样是不太够的 那么对大串的妙友 开始有一点欢喜性 那这个欢喜 还不足以付出行动 叫齿小木大 这是方等事 那么经过方整的 大乘功德的欣喜以后 到了波磊会上 佛陀讲一切法空 而且佛陀不是讲哦 他叫二侧人上去讲 须菩提 你上去讲 我等又因如来智慧 为助菩萨 开示演说 波磊会上叫做 转教菩萨 佛陀的上讲画面说 你们生物人 上去讲法空的知详 那么法空的知详 当然就牵扯到 大乘的无神观了 就是说 生死是因缘法 灭盘是因缘的缓灭法 对它是因缘的对立面 就是因缘和合 所以希望有生 因缘别离希望明灭 所以生跟灭 都是对立面 我们凡不喜欢生这块 我们凡不喜欢 得到的东西越多越好 所以就受到伤害 二侧人他喜欢灭 所以失去功德庄严 所以从无神的观念来看 生死涅槃是等空花 都是因恋心所限 那么这个时候 佛陀没有亲自讲 叫生物人上为菩萨开始 转教菩萨 但是虽然讲归讲 他内心也是对这种 二侦的无神理 无有志愿 所以则和 佛之我等 心药小法 以方便利 随我等说 但是我等不知 真是佛 这个时候 他还不能够承担 他是佛陀的儿子 而继承家业 但是小赞 小赞学者在方等时 要持小木大 在菩萨会议上 他成功地消除法治 这个很重要 小赞人他为什么 不能够马上回小向大 因为他对空性的执着太重 他长时间在轮回当中 受到这种生命的不确定 伤害太重 所以他得到空性以后 他抓着不放 佛陀跟他讲说 你这个空性也是个假象 就跟生死一样 生死是个假象 灭盘也是个假象 都是维心所现的假象 所以这个地方 他成功地消除法治 为以后继承家业 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到下一段 佛陀经过方等波雷 以后就正式地 赋予家业 看第三段 今我等方知 是尊于佛智慧 无所吝惜 所以者和 我等系来真是佛慈 而但要小法 若我等有要大之心 佛则为我说大乘法 于此境中 为说一乘 而其与菩萨前 毁自身闻要小法者 然佛是以大乘教化 是故我等 说本无心 有所需求 今法王大宝 自然而至 如佛子 所应得者 皆已得之 那么今我等方知 这个今是什么呢 就是到了华华会上 生物人正在空心里以后 经过方等时的 慈小木大 到了波雷会上的 消除法治以后 到了华华会上 他终于能够 承担佛陀 宗道的智慧 他终于知道 佛陀对 儿子的教义 不管是小乘大乘 他是平等的教化 无所吝息 为什么呢 我等息来 真是佛子 我们跟大乘人 都是一样 都是佛子 所以三乘就是一乘 只是说呢 我们一开始 被三界的生子 折磨到害怕 所以耗耀空心的涅槃 希望能够做一个缓冲 所以佛陀也接受 所以如果我们当时 遇到佛陀的时候 我们马上有这个 接受大乘法之心 那么佛陀就跟我们 讲大乘法 讲一心真乳了 就不要经过空性的过程 所以以此 尽忠为说一秤 所以到了华华会上 佛陀把方便门打开以后 就是说 其实空性 是佛陀假设案例的 一个过度的休息战 真理只有一个 这个就是 非空非有 极空即有的 一面心性 所以 从一面心性的角度 来看人生 那叫一个极空 极假极动 这个才是 唯一的真理 空性是一个过渡 所以佛陀过去 在方等会上 佛陀在菩萨面前 那是 毁制身文 要下法者 佛陀在阿含经 你去读阿含经 佛陀对 四地法是 种种的赞叹 这个是 阿毕达摩 是无比法 说的也对 相对凡夫跟外道来说 至少到了生死 但是我们平心而论 四地法 知古断极目标修道 我们看 看不到有任何的功德可言 这个空性不容重德 你没有看到 里面有不思 慈觉 忍辱 俊俊 禅定 智慧 没有看到六度的功德 只看到一个 空空荡荡的 涅槃其境 所以 但是佛陀在阿含经的时候 赞叹空性涅槃 到了方等会上 佛陀开始 喝着 这个是 你一天到晚 安住在空性 那叫一个娇牙败种 所以开始刺激他 用大乘的功德来刺激他 然佛实以大乘教化 虽然表面上是在刺激他 其实佛陀得是 让他此小目大 已经把大乘的上根 慢慢慢慢地往 生物人的心中 慢慢地建立他一种 号要大乘的一个上根 所以事故我等 说本无情 有所需求 就是 我们本来 到 大富长者家里面 本来是打工的 要赚钱的 没想到 如今法王大宝 自然而至 就是说 我们的发心 本来是回家 是要赚钱的 结果变成 继承家业 如佛子所应得者 皆已得此 那么这一段 天壇中 讲了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说 佛陀教化地址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公开式的 就针对式的 我这句话 就是针对你讲的 比方式地法 就是说 佛都把这个穷子 带回来以后 就跟穷子说 你就给我 好好扫厕所 啥事都不要干 其他人 去外面做买卖 那个法生菩萨 做买卖做生意 跟你都没有关系 你就把这个厕所 扫好就好 就是公开的 针对性的 去教化某一个人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佛陀高明的地方 叫做秘密教化 这个是佛陀高明的地方 就是说 你刚刚讲 佛陀讲方等 讲波雷 那本来就没有 晓成什么事嘛 他说 你们去听听看 维摩基生病了 舍利佛尊者 你们带我去 去问候 其实我们看 生物人在方等会上 一句话都谈不上 就文殊菩萨 跟维摩基是 大谈不恶法 显各种神通 显各种功德庄严 神通里面 变一朵花 一朵花里面 变一百朵花 再变成一千朵花 最后 这个花在空中消失掉 这个恶者人 看的是 目瞪口呆 恶者人 他的神通 是固定的 他不能一为五量 又不能 五量为一 那么为什么 叫秘密教化呢 就是说 表面上 我不是针对 生物人 我不给你压力 就是说 你去旁听就好 但是旁听啊 是要做一种 不适宜欣喜 生物人 他本来就是说 我本来不想来的嘛 佛陀要我来嘛 那我就在旁边听着吧 结果七听八听呢 开始 此小目大 在玻璃会上 佛陀更厉害 你带我去讲 法控思想 那么生物人 本来说 那是佛陀的加倍啊 但是七讲八讲 结果消除法治 这个就是怎么样呢 佛陀虽然不是针对你 但是佛陀教练在旁边听啊 这个就是秘密教化 让他产生动子生疑 摇动他对空性的执着 让他产生疑惑 好像这个空性 没有我想象这么圆满 我是不是应该要 从空出甲 从空性走出来 去接受大战的功德妙用 这个就是一种秘密教化 好 我们看佛陀的公开教化 跟秘密教化 我们看副表第十二 副表第十二呢 就看得出佛陀是怎么样公开 跟怎么样秘密 这个另外把穷子的批语 来合佛陀五十说法 我们先看第一段 请和长 顿旧华言时 父既浅旁人脊椎降环 子穷子今恶 命绝弊地 父子之间最初的相遇 就是相遇在华言时 也可以说是佛陀 去测试 这个穷子 我过去教给你的大胜三根 到底退没退 所以佛陀在华言会上呢 就是当然是 演大教说华言 陈上海献宝林 佛陀把大胜的因果 因地就是 发布地心六波罗蜜 果地呢 就是把这个实地的功德 表现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看 看这个讲义里面说 父亲啊 极浅旁人 极嘴僵缓 这个旁人是谁呢 就是法僧菩萨 华言会上的法僧菩萨 讲这个 实处实行 实会向实地的广大功德 目的呢 就是让他赶快地 回到 我过去教你的大胜三根 这个是父亲 对儿子的期望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但是 不幸的是 这个儿子是怎么回事呢 穷子敬恶 蒙结辟底 这个儿子啊 大胜三根退世了 而且又被三界的 生死痛苦啊 受到重大的折磨 所以他呢 厌苦心控 他对有为诸华 可以说是一朝被蛇咬 终日怕草神 所以他呢 看到 佛菩萨的功德 不但不生起欢喜啊 还产生 经不错愕 乃至于 蒙结倒地 就说明这个法 法大击小 不弃急了 不弃急的后果 有可能 不但没有帮助 还求生反罪 所以佛陀赶快 把这个大正法 收起来 啊 那么 佛陀说 别追了 放他去吧 佛陀开始怎么样呢 实施方便 啊 就讲这个建教法 啊 方便法 啊 我们看经文 看这个 建教 阿韩时 父 密遣二人 雇辱出份 子 先取其架 寻语出份 方等时 父 长者有志 建令入出 子 心向体信 入出无难 伯热时 父 显示珍宝 所应取语 子 领知众物 无心吸取 那么 在怀恩时 佛陀请旁人追啊 后来追不回来 还蒙结毕地 佛陀就开始 实施方便 佛陀很重要 第一点就是 先把他带回家 先不谈 行菩萨道 让他先工作 所以第一个佛陀 先实施 公开的教法 就是 四圣地的阿含什 我们看 那个父子之间的互动 父亲呢 是密遣二人 雇奴除份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秘密的 叫菩萨 把这个身上 尊贵的衣服 阴落都脱掉 就显出一个 贫穷人家的打扮 把这个穷子带回来 干什么呢 做情节 就是 清静 深受心法里面的 烦恼跟业力 透过不尽苦无传无我 来消除烦恼罪业 先把他生命里面的 空性先献出来 让全球安稳 所以父亲 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就是契机 我们看儿子的反应 先起其架 行以除恨 儿子这个时候的心 有所得心很重 有所得心重的人 他一定要先知道 我这样子做 有什么代价 佛陀说 你这样做的代价 就叫涅槃极尽 从今以后 你不用受 生老病死的折磨 这个穷子一听 生大欢喜 虽然除分的工作很辛苦 但是满足心愿 所以他马上接受 那么阿罕石是佛陀 针对这个 这个善根退转的穷子的 一个可以量身定做的 一个法门 就是 咱们现在先不谈功德庄严 先解决生死问题 这是一个务实的 而且适合他根基的阿罕石 那么公开的教化以后 本来到阿罕石 正得我空的涅槃以后 按说 这个生物应该大事已办了 但是佛陀并没有放弃 佛陀失事 秘密的教化 首先在方等时 我们看父亲怎么做 长者有志 见命入出 这个长者就是佛陀 佛陀就安排了一个 很重要的聚会 叫做维摩绝经 佛陀让这个生物人 善巧的加入的 维摩绝经的法门 的这个行列当中 就产生入跟出的差别 入者 诗听大圣功德 出者 游见藏六 缩小圣法 就是说 他一方面 听到大圣功德 但是从方等回来的时候 又听到佛陀讲世帝法 而且互相不谎 就是说 起码你不会排斥就好 就是说 文大不棒 所以这个对儿子来说 心向体性入出为难 因为 儿子 已得了涅槃之下 他得到涅槃了 所以儿子 对父亲产生信心 那么 这个儿子呢 已断见诗 文大不棒 所以父亲对儿子也有信心 所以 在方等会上 因为彼此都有信心 我相信你 你也相信我 所以 入出为难 有说 他虽然正能空信 但起码对大圣功德 不生诽谤了 这个就是佛陀的秘密教话 把他们在旁边看着 第二个秘密教话 就是Bullis 消除法治 父亲显示珍宝 所应取语 国家说 你现在不要扫厕所了 我们家这个库房 那么多珍宝 没人管理 你来管理珍宝吧 这个 这个是布施 所成就的功德 布施 成就富贵 持就人最尊贵的身 忍入成就庄严 每一个每一个法 有他的功德 排给你看 我们家有这么多功德 庄严 你可以拿去 做各种的使用 我们看儿子怎么回事 敏之众物 无心习起 他虽然知道 布施 成就什么果报 持戒什么功德 但是他内心 无心习起 但是虽然无心习起 偶尔大师说 到了玻璃会上 恶政人怎么样 密得别意 他内心深处 嘴巴说 无心习起 其实他内心当中 成就了大乘别教的利益 大乘别教的利益 就是广泛的说明 大乘的差别功德 富施 成就富贵 持就人就尊贵 那么人入成就庄严 各式各样的功德 他已经怎么样 内心当中 已经有一种心生好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来 佛陀是用阿含经的公开的教化 跟方等波雷的秘密教化 那么做未来法华经 回光返照 正念真读的一个前方别 到了法华会上 佛陀就开前显示 说真话了 射箭归顿 我们合唱 射箭归顿 法华涅磐石 父 此事我子 正是父财 子 心大欢喜 得未曾有 前面的波雷斯 这个佛陀要儿子 掌管家业 领之中 这是什么珍宝 那是什么珍宝 那并没有说 这个珍宝 以后要留给你 那么到了法华会上 就直接的公开的说明 你就是我的儿子 我这些整个六度的 传承家业 全部要用你来继承 我们看儿子怎么情况 心大欢喜 得未曾有 所以我们说 小战的法 是可以帮助大乘法 所以你要操作得当 所以 我们看方便品 有一段经文 可以做一个这个总结 就是 幼助大圣主 知一切世间 天人情生 类 身心之所欲 更以义方便 注显第一义 什么叫更以义方便 佛德又两个义方便 第一个阴言 第一个空性 你学过法华经以后 你再来看这个众生的修学 你对什么法门 通通不会排斥 通通不会排斥 你喜欢做十善事业 随习赞叹 更以义方便 你用有相的阴言来造作 比方说净土中 念佛 你念佛 能够往生净土 这也是一种方便 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一定会能够回小向大的 你一定能够回光缓照的 胜念真主的 所以第一个 有相的阴言 第二个无相的空性 你用声纹的空性来引导他都可以 这个叫义方便 那么我们要说的就是前世的操作 你对外用前法 对内用私法 所以说无所得 无所得 是根本 但是你要怎么样 初学者不能无所得 向内无所得 向外要有所求 这个很重要 前法 一个人完全用前法造作是不行的 但是你完全用死法 除非你的根基 是禅宗那种上善跟人 我们不能什么都无所求 你对空性的无所求 对功德的无所求 那你怎么修行呢 你就没法修行了 所以 我们一开始 先求安住 然后再求无助 安住就是要有所求 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让你住上去 比方说 念佛 我们以极乐世界的功德为助 我们念佛的目的 创造极乐世界功德 念念创造极乐世界功德 这没关系 你就光快讲出来 这个叫全法庙 但是你内心当中 是站在一念心 内观真如 万事弥陀 所以他这个地方 整个五十八教的目的 就是告诉你 什么样操作全法跟死法 你要有死法的一面 但是你作为生死凡夫 你一定要有一个 有所求的一面 就是你一定要 先求安住 再求无助 这一个过程 这个五十八教 讲的是这个情况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